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芭芭 然后这个是李汉达 汉达力 哈喽大家好 然后上期视频中我们正好讲了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来学场上第一期华学课会 期待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正好今天汉达的时机非常好 然后汉达今年是 背叛了双板投奔了单板 哒啦 然后汉达这一套崭新的装备 然后今天是第一天 真的是第一天上学是不是 第一天上学 第一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 汉达先来说一下 对第一个小时有什么样的感想 就比想象中的男好多呀 就是站不稳 对 在坡上的时候站不稳 然后 现在到落叶飘能吹下来 但是没法控制自己自己要玩 然后 那我们现在今天就正好来结合 上一期视频的内容 来和汉达一起 看一下就是真实日中 大家第一次上学 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困难 有什么challenge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一起提高一下 OK 走吧 Let's go 现在汉达刚刚自己滑了几个turn 然后他自己就是在练落叶飘马 就是两只脚都上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要和汉达一起练一下 就先不要上第二只脚 因为第一次大家接触单板的时候 就是很容易找不准自己的重心 因为你前脚后脚重心找不准的话 就是你两只脚一上的话 你的后脚反而会带给你的板很多转向的动力 然后所以说一开始我们先和汉达练一下单脚 还是像单脚 上次我们视频中学的那种单脚J-turn 注意一下J-turn的要点 对来 学习一下J-turn啊 朗达 中气啊 J-turn怎么样 可不可以 J-turn没事的 对你就先两只脚踩上 然后把重心压在你的前脚 信任你的前脚 看中心现在就跑后了 信任你的前脚 重心偏了 就是刚刚汉达滑的时候 就重心明显就跑到后面去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虽然说没有绑后脚 但是当我重心跑到后面的话 我绑是会往这只脚的方向走的 所以说你滑行的时候 重心一定要始终保持在前脚 尤其是大家刚刚接触单板 就一定要把这点做对了 就是大家会很害怕 那个速度起来会感觉很快 但是就一定要信任你的前脚 然后信任你的板 然后跟着它走 对先横着站在板上 对 对然后把屁股往前脚放 对然后同时这个时候 把你的脚尖抬起来 然后你就保持住这个动作 保持住这个动作 不要动就好 OK 睡一下 对 对往前探 对对对很好 就维持这个动作 维持这个动作 踩脚尖 对 对对对 这次很好 再来 踩脚尖 对对对对 这好多了 走 踩脚尖 都看了 方面 走 每天 刚刚汉达已经很有改善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汽油赛滑到一半的时候 它会灭向山下 变成一个推坡的姿势 然后推坡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你的重心不够放前脚 然后所以说现在还是要 你滑行的时候 还是要更多的 把你的重心就把你的屁股 把你的胯骨这样带过来 把你的胯骨带到你的前脚上面 然后这样然后把重心放在这儿 然后维持住这个姿势的同时 做一个踩脚跟踩脚尖的这种动作 然后就是当你换刃的时候 滑行的过程中就维持住这个姿势 什么都不要想 一直维持住这个姿势就好 很好 维持住 很好 维持住 对 刚刚就是重心又跑到中间了 不要维持在肚子一直跨在前脚 压住 挺好 挺好 挺好的 然后再来一趟 他拿了这个前人 前人已经练成了 前人练成了 你现在可以来一个休赛地往那边走了 抬小肩 抬小肩 维持住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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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样 这几个run以后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中 就是来之前也看过很多视频 其实道理 道理都懂 就是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而且确实有人在旁边帮你看着 确实就是不太一样 会能更及时的指出缺点 对 对对对 感觉还是有一个朋友 或者有人帮你录像 还是挺重要的 对 对 但是现在已经比刚刚一开始来 好多了 刚刚一开始来 就重心还走着乱掉 然后现在就重心能很信任的 放在前脚了 对对对 对 然后慢慢熟悉这种感觉 熟悉这种速度以后就好了 其实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试一下 把两只脚都穿进班定里面 然后继续看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OK 把两只脚绑上 大家要学的第一件事 其实是怎样去推坡 或者怎样去刹车 然后这个动作的 最核心的一个要义就是 当你想刹车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你的重心 放在两腿之间 然后同时把你的刃往下压 很好 重心回归中间 nice 回归中间 很好 很好 然后后转 海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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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试走 对 违试住 OK 刹车 很好 很好 然后这一趟我想让你focus的就是你不要起速过快 所以说要做的就是把板打直以后 然后当然你是两只脚绑好了已经 然后慢慢起速 但是起速以后瞬间把重心压的前脚 然后开始颈骨施裂 然后瞬间往这边管 OK 就把这个转弯 把这个圆化的很小 All right 因为这样有两个好处 一个好处就是 你不会产生太多的速度 因为产生太多的速度 你就会容易摔 然后控制不好 然后第二个好处就是 把这个转弯半径换小的话 就会让你提高你转弯的速度 然后在这个坡你可以多转几次 对 放平以后 然后马上重心往前脚压 对 重心往前脚压 重心往前脚压 保持住这个姿势 很好 很好 刹车 很好 刹车 非常好 好 然后现在来后刃 后刃还是同样的道理 产生一点speed以后 就要往那边拐 抬脚尖 抬脚尖 对 维持住 很好 要卡车 抬脚尖 把脚尖抬起来 对 对 往前走 对 好 然后换前刃 捡脚尖 回到中间 回到中间 没有回到中间 还是速度太快了 回到中间然后刹车 而且中间后来也是放后脚 对 因为你速度太快了 然后你没有快速的刹车那一下 OK 然后刚刚汉达 基本上 就是J-turn 已经都可以做到了 就是 包括是两只脚 一起把他 banding上的J-turn 都可以做好 然后现在发现 汉达有个问题 就是 在于他的后刃 走刃的能力 不是很强 就是前刃很好 前刃可以这样 J-turn下来 然后一直沿着这个方向走 就能一直走很远 但是后刃发现 汉达就是这样下来以后 然后换到后刃 就不能往这边继续走 就会换过来 然后就开始两只脚 就面向 现在开始往下推 往下搓血了 然后所以说这一趟 我们练一下 Triverse 就是怎样 去沿着你的刃 一直往逆向走的方向走 主要的要领 就是比如说 现在我是前刃 我希望你 就是下跪 同时这样 就是把你的胯骨带到你的前脚上 然后同时你的前膝盖不要内扣 前膝盖要打开 把你的前膝盖当成你身体这个Lead 和你的胯 这样扭出去 然后同时下跪 维持这个站姿 然后一直 斜着山下走 OK 然后我先来试验一下 先peak一点speed 然后下跪 这样 维持这个姿势 一往这边走 来吧 试一下 好 卡上一点速度 很好 维持住 对 非常好 停 踏车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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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这个前刃的前刃的横向鞋长 已经过关了 真的过关了 而且基本上没有怎么往下搓血 就一直是踩着前刃 你要记住这种 这个就是走刃的感觉 OK 记住这种走刃的感觉 然后同样道理 我们试一下后刃 对 维持住这姿势 很好 很好 重心往前 重心往前 对 维持住 往下走一点 产生一点速度 拐 对 很好 刹车 非常好 very good 哈哈哈哈 OK 然后刚刚汉达就是已经 双脚的J-turn 还有那个 Traverse 就是横向切山 所以已经都掌握了 然后下面我们来试一下C-turn 然后什么叫C-turn呢 C-turn其实就是先横向切山 然后再接一个J-turn 然后继续横向切山 就是一个C-turn 就是一个C的形状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前刃 我现在前刃 那我就要从我这个位置 先前刃横向切山到那边 然后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过了山的中间的时候 开始去转一个后刃 然后转后刃的时候要怎么做呢 重心还在前脚 但是你要把你的脚尖抬起来 然后同时把脚跟往下压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速度 因为你会有一个面向山下的过程 但是产生速度的时候 千万不要慌 不要把重心放到你的后脚 就一定要信任你的膀 重心继续压在前脚 然后维持住这个抬脚尖 压脚跟的动作 OK 我先来示范一下 就是先我们先前刃 保持住前刃的姿势 保持住前刃的姿势 然后过了山的一半 然后这个时候抬脚尖压脚跟 然后同时维持住这个姿势 然后沿着山的这个方向继续走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C车了 然后这样我们就走回了山的另外一侧 好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汉达 保持这个姿势 继续走 继续走 好 开始换后刃 对 维持住 维持住 好 然后开始往后刃的方向走 很好 nice 然后再换前刃 捡脚尖 捡脚尖往那边走 后刃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汉达 OK OK 来 我们来 可以 哎呀 好 现在汉达可以说一下这些课的体验了 有什么感想体验 感觉单板还是蛮好玩的 对啊 肯定好啊 对啊 学起来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因为 呃 就是板的运动跟双板感觉体验不太一样 嗯 而且我觉得 呃 就是 大家初学者的话请一个教练感觉还是蛮重要的 嗯 或者和朋友一起去 对对 或者和朋友一起去 有朋友指点 然后一步一步的安部就搬来 对 然后我自己之前也在网上 看了看视频 然后就提前预行一下 大概就 就这么回事 动作要领都记得 对 动作要领要要要要记清楚 其实 有有些地方还是挺反应类的 哈哈哈 对 因为包括你速度越快 然后越不让你往后倾倒 就一定要重心 就是单板的重心非常重要 就一定要你压 重心一定要信任在你的前脚上 然后该做抬肩脚尖的动作 就做那个动作 然后一定要维持住那个动作 然后这样的话就信任你的板 跟着你的板一起走 就不要去 去违背你的板的意愿 去强行改变它 那样的话就很容易摔 而且就感觉 就是单板不同的 就是最开始初学者 就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刃 就不像创板那样有搓血 那种感觉 就是 有刃以后 确实感觉稳定很多 就是感觉板也更容易控制一点 对 但是对 刃的话就会让你的速度很快 所以说你还是要学会减速 对 然后可以 汉达这个毕竟还是有双版的 之前都是双版 大家可能看 记得汉达是 汉达有过一个双版摸地的视频 非常帅 如果大家没有没有忘记的话 或者没有看到过 可以往前翻几眼去 复习一下汉达的双版的英姿 双版摸地飞行 撇地飞行 也是在这里 单板菜机在此 然后看它还是平衡感比较好 然后这次也就一个多小时 是吧 差不多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 然后就从真的是 first two hours 然后从一开始 然后现在已经 S turn已经可以连起来了 然后非常好 然后基本上下面要做的 基本上就是继续练习S turn 然后让你的turn更加熟练 更加连贯就好 OK 那这次我们跟随汉达的脚步成功 然后下次继续关注汉达的成长 关注乐巴巴的频道 点赞三连小铃铛 开机小铃铛 OKOK 像这样 拜拜